你猜為何這裡有輛車 但如果你駕駛一輛漂亮的車 放在這裡 原來晚上就在看電視 喝酒 聊天 看著自己的外輛車 真的是一個頗歎的享受 住這裡 真是被人吵醒了 一早上九點鐘 看到這裡 已經有十多二十輛車在下距 這就是那隻Panasonic One 我這次其實很興奮 比住酒店更興奮 就是可以試到GR Corolla 還要在富士國際賽車場 各位觀眾 你猜我在哪裡 我在日本 Rest Channel 一年 終於放假了 我這次自己去了日本 但我都如如樂於工作 第一站看到後面有很多車 其實我去了富士山附近的富士國際賽車場 來這裡做甚麼呢 其實我本來打算計劃行程 我就上網找富士山 打算去看看浸溫泉 發現富士國際賽車場上年10月 在隔壁西閘開了新酒店 這間酒店就有趣了 由Toyota 不動產擁有 然後找了Hired 管理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間酒店的二樓 下面一樓 是一個汽車博物館 一個Motorsport Museum 專門放一些賽車 經歷了不同年代 整件事 這間酒店都充滿了賽車 汽車的主題 所以是最後一陣子 所以立即想到 不如去日本一次 頭兩天就要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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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ling 這裏的酒店房有幾種 有普通房、Deluxe房 這間是Sweet,大一點的 我不是住這間,不過我進來給大家看 還有一些可以放一輛車進去的Villa 房間裡面你可以選擇兩個方位 坐向這邊是向著賽車場 另一邊是向著富士山 如果你看到我們的頻道,當然是向著賽車場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露台外面已經是這款Panasonic 1 我想你們玩遊戲都玩多了 我都玩遊戲玩過這款我多次 明天我有機會下去玩 現在說回房間 你可以在這裏看賽車 如果你遇到這季節 例如今年的Super GT 會是5月、8月 我想如果你想在這裏看車 你會很早預約 然後還有其他賽事 例如WEC或本地、本地的賽事 選擇適合日子就可以自己的露台看車 房間裡面其實都很漂亮 你會看到有這些賽車的DECO 有幾個細位給你們看看 這些是豐田廟宇宙的書 裡面有很多車 這部是YARUS 他們贏WEC 這些不重要的 我覺得它的細節做得很好 例如這些杯墊 是整個車輪 有FUJI SPEEDWAYHOTEL的Logo 他們這套是給你去浸泡溫泉的浸雜 還有一個小袋子給你 日本人做事很細心 這個小袋子 你去浸泡溫泉時 帶著自己的銀包電話 重要物品 還有它是一個GIF 你走的時候是可以拿走的 再來這邊 浴室這間SWIT就很漂亮 重點在這裡 它這個簡直有一個idea 你看看 能否認到這個是什麼 如果你買一盒MASING的模型 足夠拍攝出來 就是這樣 還有它很細心 專門是有耳塞的 因為早上9點左右 如果有車鬥或有人在外面 track day 就會有痕痕痕 所以就算關上窗 也會聽到一點 戴了耳塞 你不想讓車子吵醒的話 你就可以睡一覺 你還記得這個 這個房子的號碼牌 它是一個五前五速的波閘 每間房子都是這樣 這些細節做得很好 還有前面 你猜為何這裡有輛車子 是因為Housekeeping 在裡面在收拾房間 我們現在看一個最新的樓盤 有自己的停車房 然後是一個獨立的Villa 過來 如果你能付十多萬日圓 甚至接近二十萬日圓一晚 就真的要選擇這房子 這房子是Villa 我們去參觀一下 見識一下 裡面有飯廳 剛才我提到的公園 可以放狗 它說如果你帶狗來都可以的 然後有廚房 這房子是最棒的 這房子是包含車房的 外面是一個泊車的地方 現在這樣看的車房也不神奇 最棒是這房子 你可以坐在客廳看著自己的車 我這次駕駛青色March 真的很不適合而排 但如果你駕駛駛駛 放在這裡 然後晚上就在這裡看電視 喝酒、聊天 看著自己的外車 真是一個挺享受 原來這間Hired有一個叫做 The Unborn Collection的主題 其實他們Hired集團應該是全世界有很多酒店 但在日本是第一間 這個系列會做一些特別的主題 這間正正是跟Fuji Speedway合作 所以就是一個Motorsport主題的酒店 所以有Fuji Motorsport Museum 在裡面 車迷最佳目的地的酒店 很大風 看到我這裡有一堆駕駛旗的地方 其實這是一個泊車的位置 他說讓人們可以來辦活動 假設Toyota 開發新車 他就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大家就在這裡看車 然後裡面就可以開發活動 還可以順便下賽道試車 很大風 先擋住咪咪 整個主題不錯 日本傳媒可能就可以享受到這件事 一進去 你就會看到左右都有電視 這邊有一個 就是講解一下Fuji Speedway 是怎樣跑 以及每個彎的一些特色 還有Fuji Speedway的介紹 另外這邊 就是一些在播出賽事 然後我背面這座場也挺漂亮的 全部都是一些車的拍子 有些盤頂 全部都做了一個藝術的 一進來已經很車迷的感覺 好 我們繼續進去 其實在酒店裡面除了很多賽車的元素 他就把賽車跟一些藝術結合了 在窗邊這層 看到一些鐵線整成的造型 就很漂亮了 你看到由這一邊 其實是一個最原始的賽車 Ti-Link 然後一路就演變到今時今日的 現在的款式 酒店的員工就跟我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名的日本藝術 你也可以找的 Fuji Speedway那一塊的金屬 是跟其他不同式的 到時你自己找吧 另外你會找到 有這些車架的模型 這些其實是贏過的 F1車 這部最新的伊連的Honda主場戰車 紅牛戰車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秘密 其實我看到電梯口一直上來 頭頂也有這些金屬條 可能拍出來沒有看到 究竟是什麼呢 以為是一些普通的鴨鱗 原來你上到這個三樓梯 你會看到一條完整的Fuji Speedway賽道 它還有一些概念 這裏是T1 T1和上面這些 開頭大直路這一段 那些金屬條是短一點的 它就代表G-Force沒那麼強 但是去到下面 開始彎離的時候 金屬就越來越長了 它就表達司機 不是司機 是賽車手 遇到的G-Force越來越大 所以那些金屬條越來越長了 都是一個很有藝術性 很有創意的一個展品 酒店的GYM裡面 有這個三個大螢幕 都頗有Pro的Racing Simulator 只是住客才可以進來玩 而且你要預先預約 每次一個Slock 就30分鐘 那我看看有什麼車子選擇 整個豐田 然後駕駛A86 整個都沒有震動 這條大直路 踩到多少 直路尾 去不到180米,差不多到180米 250米,落鞋子 不夠力的鞋子 還是用右腳鞋子比較好 你一來到這個Museum 就會在外面見到這部打橫擺的Toyota 7 70 年代的賽車 很有型 打橫擺後完全看到它的方形形式 年代的設計 不過這部不是真車 部份Parks是真,其他是Repika 這部車就不需要入場 你都可以在這裡打卡,非常好的打卡位 至於這個Museum 其實你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買張票就可以進去 如果你是在這裡住的話 還有折扣 其實它分了很多主題 一進來就順著時間線 由1895年 即是百多年前開始說起 這些就是一些很舊的車 其實我基本上不懂 但有一點重點就是 它這個博物館和其他汽車博物館不同 就是它全部都是賽車 即是說Motorsport的歷史 這個就是當年巴黎的 全世界第一個賽車賽事的車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部是一部蒸汽機 前置引擎後距 你看到有條單車鏈 即是當時已經一開始是用F-R補局 然後我們再看看前面 這個角落就是一些車界的名人 首先它有Henry Ford 隔壁就是費迪南寶士子先生 還有他老婆 有美洲、歐洲、歐洲 當然回到日本 日本在這邊 豐田 豐田喜一郎先生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它其實不是Toyota 而是Toyota 只不過變了牌子之後 它就叫Toyota 不過大家字都是叫豐田 當年他們又做了這部賽車出來 這部賽車很有趣 其實不是豐田廠製造的 而是豐田的Dealer 你看看它的設計 很像卡通片的賽車 雙層形狀 藍色輪圈 還有一個像機械人的尾翼 五出的死氣喉 說完豐田 雙田還有本田 本田中一落 大家都知道賽車的野心非常大 我相信會比豐田山 這裡放了他們的電單車 也放了他們參加Grand Prix的賽車 這部雖然是一部Refica 但它都是問Honda 借回來的 其中一部很值得看的 就是這部W25 這部是Refica 它就問Benz借回來 只放一年 所以如果你明年來 應該看不到 這裡說了一個故事 當時的年代 其實有一些國際性的賽事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 色彩 你看看那邊 英國 Racing Green 法國 藍色 其實德國本身應該是白色 但因為車重 過了規定 它的規定是750kg 以下 所以它將所有白色 拔走 即是不上車漆 變成銀色 所以後期 變成了德國的暗色 現在Benz借叫Silver Aero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有兩層的 二樓也是 這層一開門便有波子904GTS 904多數都是四盤 這部很特別 是一部八盤的款式 然後我們來看看 為何大家最熟悉的 Castro GT4 Serica 三隻五的Zobaro Impressor 以及路順Evo 看完Rally 下一個和賽車很重要的就是Lamont 原來奔利當年 一開始Lamont是很厲害的 一個供應商 所以它先放一部奔利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在這裡 787B 第一部贏能螢幕的日本車馬 這部也不是真車 都是Refica 不過這樣看不到 你會覺得很震撼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打卡位 還有一樣東西 聽住 只要你一直走到車尾這個部分 你就會聽到轉子引擎的聲音 它是有一個互動在這裡 轉子引擎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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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轉子就是這樣的聲音 四轉子是甚麼樣子呢 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細膚呢 最近萬事得說 玩轉子 玩Hybrid 沒甚麼興趣 走這個博物館的順序 就是依照賽車市的時間線 其實共有四十多部車 以及其他區域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這裡不劇透了 你自己來看看吧 不過他們都說 會定期換一換主題和車款 可能下次你來的時候 和我今次看到的又會不同 如果你來這裡住 其實飲食就沒甚麼好選擇 因為附近都沒有甚麼餐廳 但酒店裡自己都有 日式餐廳 意大利餐廳 都可以在裡面試一下 其實兩間路都試過 東西是挺好吃的 環境也很美 吃早餐還可以看著富士山 所以如果你能來的話 都會推薦你試完兩間餐廳 現在趁我老婆還沒睡醒 其實很早 7點多 我自己偷偷地來泡溫泉 讓你看後面的景 富士山不是這邊 應該是那邊 這裡看不到 但也很美 好的 車輛 真是被人吵醒到底 一早早9時 看到這裡 已經有十多二十輛車在下距離 這就是那隻Panasonic 1 其實這班車在我昨天來到酒店 在停車場看到那班 有波子、拉利、馬田、GTR 我開著青少許的馬樹 真的覺得很醜 現在我查看酒店 進入我們今次的重頭戲 就是去Fuji Speedway參加酒店安排的 Driving Experience 其實所有住在這裡的人 都可以報名玩這個Driving Experience 不過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那個Schedule 要很遲才知道何時可以玩 因為它遷就了賽事 遷就了track day 剩下的時間就會讓酒店的客人下場去玩 你可以開自己的車 亦都可以像我今次一樣 在Fuji Speedway租一些車來玩 待會我會租什麼車呢 傳統給大家看 到了我們 終於到了Fuji Speedway 酒店其實是在Westgate那邊 我們現在就開了一點距離 來了東閘那邊 前面這架是酒店的同事 它帶著我們過來的 如果你開自己的車 就2200日圓加1900日圓一個人 我就不開自己的March 落場了 借了這架GRMN 懂得看嗎 其實是GR Corolla 這架車有另外一個租車費 這裡是4200日圓 其實都抵了4624 即是200多元而已 你就可以開著GR的車 落富士各地賽車場 出發前當然有些規矩 有些規矩 你要先看看 看完之後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大堂 一會兒車就會在外面 Line-up 然後直接在這裏上車 落場了 因為我不知道一會兒要不要戴頭盔 所以我今天戴了Con 我的頭太大了 戴頭盔很不方便 有戴眼鏡 我們現在趁裡面 同事幫我記錄 落場的時間 我已經偷偷地看到 我一會兒要開車 我專門要求 看到嗎 看到嗎 GR Corolla 香港應該會有的 水貨是會回來的 但暫時應該還未到 我這次其實很興奮 比起住酒店更興奮 就是可以試到GR Corolla 還要在富士國際賽車場 原來不用戴頭盔 不過不要緊要我戴個礦 看到的 它這個真的是一個 Driving Experience 不是一個Racing Experience 讓你感受一下 在富士國際賽車場 開車的感覺 所以比較輕輕鬆鬆的 鄧子豐 我們會跟著前面的車 現在一條直線 最前那一輛是一輛Lead Car 它是場地工作人員 其實它就會領著我們的Pacing 如果沒有猜錯是慢慢走 大家就保持一個距離 剛才看過那份Regulation 就說了 每輛車與車之間 保持五輛車的距離 大概是20米左右 不可以爬頭 不可以刻意衝上來 亦都不刻意拉遠距離再飆上來 大家真的開心心 排隊在富士國際賽車場感受一下 GR Yaris就開過了 GR Corolla 剛才他們說 這輛車剛剛開出來讓人試 所以我都很好運 看看它的感覺 走了900多公里 運到過來 試車差不多 所以是很新的 我現在選擇了Sport Mode 然後這個GR4的設定 它可以轉四驅設定 還有一個叫Track Track Mode是給你下Track 乾地應該是很適合的 不知不知道是否失地 試試吧 還有另一種好幸運 就是這輛是Maurizzo版 即是虛擬風田障藍的特別版 日本都是要抽籤才賣到的 不太容易 我相信香港一定是賣到的 不過多少錢就是不知道 應該比F-L5 貴 剛才忘記說 因為這輛是Maurizzo版 所以它是偷輕了 以及後座是拆了 變成一個簡單的Rode Cage 準備開車吧 富士國際賽車場 其實我來過三四次 這次是第一次自己下Track 乘坐也乘坐過 但乘坐是第一次 就立即遇上一個濕地 現在真的很慢 我還在走二波 要保持五輛車距離 現在時速是53公里 沒有辦法 外面冷件度又低又濕 好 即是經驗一下 它現在開始加少許速度 第一次下駕駛 來到這個很難攪的Suit King 前面的3R Set都很穩固 離開的Curve很遠 我跟它接近 拉回五輛車距離 但它跟前面的車拉到十輛車距離 現在看到Hiat Fuji Speedway Hotel Hermon 說 看到這個 墊停 就可以給油了 現在給油也沒有了 在走六十多 我們唯有聽聲音 這條大直路應該會開快一點吧 聽到嗎 差不多來到Granstand 很慢 不過我相信乾地會好一點 我昨天在房間看到別人玩 是稍為快一點的 今天全濕加能見度低 它就保守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做有保守 大家看到我當天的情況 其實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我真的試不到這輛GR Corolla 有多厲害 不過就叫做 自肥有一次 在富士國際賽車場 繞了幾個圈 以及開了這輛新車 有機會我們在香港借到的載事 Anyway 我都覺得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畢竟都落了這輛賽車場 繞了幾個圈 完成了人生其中的檢查項 好 大功告成 今次我們的富士國際賽車場之旅就完結了 我們住了這個Hiat的酒店 裡面真的蠻漂亮的 它有很多細節都跟賽車場 跟車和賽車有關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Museum 雖然車不多 四十步左右 但是裡面也有很多故事看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認真走 一個多小時 一樓二樓的方便 都蠻好的 然後 還可以過來富士國際賽車場玩 整件事我覺得很圓滿 今次是我放假的旅程 一個很好的開始 現在我真的放假了 關於酒店或駕駛玩的資料 不如我放在下方 我這樣說你也忘記了 到時按下方 可以看看連結及價錢 還有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IG、Facebook 追蹤我方家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